今天我們來做橄欖油烤蔬菜 這個橄欖油烤蔬菜絕對算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料理 它就是滿滿的蔬菜 全素的 那裡面沒有肉 那我們的做法也跟一般蔬菜可能就是水煮清炒這種比較多 我們是用烤箱設定好 烤出來我們就直接完成了 非常簡單喔 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 好 這個就是我們全部準備的蔬菜喔 我們有準備洋蔥 甜椒 杏鮑菇 櫛瓜 茄子 還有番茄 那這個蔬菜當然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改變喔 那切的時候要注意喔 我們盡可能的呢 你看讓每一種食材的厚度呢 有一個大致相同的感覺喔 那這樣你等一下烤起來它的熟度就會比較均勻喔 那這是一個小訣竅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蔬菜全部放下去 好 因為這個料滿多的 我們大概就是給它分個兩次 會比較剛好 使用這個初榨橄欖油 可以多一點 海鹽 那你加的時候就可以邊攪拌 加一些海鹽 好 香料的部分呢 我使用這個羅勒 比較這種義大利風味的感覺的 好 當然你可以用不同的自己喜歡的香料 或者說改成蒜粉阿 自然粉阿 這些都可以 把這些香料調進去 那你覺得油不夠呢 可以再補一點 好 好 把蔬菜呢 倒起來 好 這樣進去烤 好 這樣進去烤 好 第二盤一樣 好 把它擺進去 擺的時候就是盡量不要讓食物有太密的重疊喔 就讓它鬆鬆的 這樣會烤得比較均勻喔 烤得比較漂亮 很一 quickly 好 就是這麼 sweets 好 你的 怎麼真的是 asia Haaan 好 我們的這個 橄欖油烤蔬菜這樣就完成了 那一般來講它的吃法就是說 我們烤蔬菜其實非常多 那你可以分一部分出來 然後再搭配一些你喜歡吃的肉類或魚類 像這個鮮子牛或是你要陪鮭魚 等等這樣的肉類搭配起來就會非常好吃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飲食的內容 好 我們來吃看看 好 這個 櫻瓜 每樣蔬菜呢 都有熟 然後維持的口感也不錯 不至於說有些蔬菜焦掉 然後有一些還過生過硬這樣的感覺 並沒有 所以這個 你在備料在切的時候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可能切的這個厚度 大致平均一點 那我自己強烈推薦就是 像這個 番茄 甜椒跟櫃 這三個呢 是一定要用的 其他就依照你自己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個番茄 可以提供這種有一點點酸度的口感 而且番茄它本身比較多汁喔 那櫃呢 它本身非常的脆 所以這是我喜歡搭配的組合 那甜椒本身也是脆脆的口感 所以其他你可以依照這個基本的組合 再下去做變化 這樣不管你怎麼烤就會非常好吃喔 好 那我們的橄欖油烤蔬菜呢 就分享到這裡 它做法真的很簡單 你家裡只要有烤箱呢 就可以很簡單完成了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做看看 好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菜單研究所的話 請幫我點擊這邊 訂閱菜單研究所 然後這樣就不會錯過 我們其他非常簡單又實又美味的料理了 我是菜單研究所 Kevin 我們下次料理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大家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